哈喽大家好 我是每个星期五都会出现的直男小助理 首先要谢谢一直有在喜欢直男频道的你们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那今天也是废话不多说 就会接着上次聊到的动画狗狗角色 今天不会一个一个狗狗角色去介绍给你们 而是直接介绍三个 不过我相信一直有在看欧美动画的都会认识他们 今天的第一位狗狗动画角色呢 可以说其实他们不止一只 而是有101只那么多 每只的身上都是有斑点的 那么讲讲讲讲就是我们的101只中狗 里面的全种就是大麦丁犬 这部动画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101 Dalmatian 是一部由华特迪斯尼来制作的动画 并在1961年在美国电影院上映 当时也是华特迪斯尼第17部经典动画长篇 故事的内容是来自多迪·史密斯所写的 第101只斑点狗改编而来的 一开始的镜头就有男主狗 一只成年的大麦丁狗叫彭哥 彭哥 彭哥 与他的单身狗男主人罗杰 他们居住在英国伦敦的一间小公寓 由于彭哥不想自己跟主人罗杰一样 继续过着单身狗的生活 便开始为自己和主人寻找伴侣 某天彭哥从窗户观察到一对他理想的完美伴侣组合 就是女主狗白佩蒂Berdita 一只母大麦丁与他的女主人安妮塔 于是彭哥便拉着罗杰跑出了公寓 到公园与他们见面 由于彭哥过于兴奋开心 便不小心让罗杰和安妮塔摔到池塘中 让他们两人狼狈不堪 但是这举动非但没有搞砸 还让他们在认识不久后变相爱了 后来也举行了人与狗狗双双结婚的典礼 彭哥与白佩蒂结婚后 便生下了15只小麦丁狗 某天晚上安妮塔一位很有钱的同学 名叫库依拉 她想要买下所有的小麦丁狗来做皮草大衣 但是男主人罗杰不肯将他们卖出去 便打发库依拉离开 没想到库依拉非但没有对狗狗死心 还雇用了手下来偷狗 在警察和其他狗狗的配合下 彭哥和白佩蒂的15只小麦丁狗被找到了 不过他们还发现有另外的84只小狗 也都是小麦丁狗 最后好心的罗杰和安妮塔决定收养了其余的84只狗狗 他们还为了养这些狗狗而换到了较大的房子 可以说是一部拥有美好结局的动画 小时候的我看了这部动画总在想 如果我也可以有能力养那么多狗狗 应该很幸福吧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只狗狗动画角色呢 就是雄壮威武的狗狗 史派克在猫和老鼠动画里担任一只配角狗狗 他的狗狗品种是法国斗牛犬 顺带一提 这部猫和老鼠动画是在1940年 由威廉·汉娜和约瑟夫·巴伯拉所创作 想必很多朋友都知道 这是一部由一只猫名叫汤姆 和一只老鼠叫杰瑞相爱相杀的故事 虽然今天要介绍的史派克是一只配角狗狗 不过每次有他的场景就会像是井上贴花 尤其每次看到史派克与杰瑞鼠合作 欺负回汤姆猫的时候 真的每个画面都让人哄堂大笑 印象深刻 而且其实史派克虽然有凶猛的外表 但是有颗温暖的心 是个好爸爸 非常疼爱自己儿子泰克 每次如果汤姆不小心伤害到自己的儿子泰克 都会立刻报复汤姆 连有时候联盟的杰瑞都不例外 由此可见史派克是一名多么爱子心切的狗爸爸 为了给孩子好榜样和保护孩子的心灵 他也尽量避免在孩子面前暴力殴打汤姆 有时候还会盖上泰克的眼睛和耳朵才对付汤姆猫 而且如果有史派克和儿子泰克的场景 很多时候都会看到史派克正在教儿子学习 为了儿子的学习 还威胁汤姆猫和杰瑞鼠帮助自己儿子 例如当要儿子学会吠叫时 会让汤姆猫作为被吠叫的对象给儿子练习 可以说史派克是动画里最好的爸爸都不为过啊 史派克有个最爱的食物是骨头和最爱的活动是在狗屋睡觉 如果是骨头在他睡醒时发现不见了 或直接在汤姆猫手上就会找汤姆猫出气 或者睡得好好的被打扰 也会大发雷霆 当场把汤姆猫大谢八块 不只如此 史派克还是只忠诚的狗狗 就算有时候被汤姆猫陷害 被主人赶出家门 都不成责怪主人 而是会想办法去弥谱 甚至是证明给主人看 不是他不听话 也不是他的错 了解了史派克后 我觉得虽然他外表看起来凶凶的 但是他也是只温柔的狗狗啊 尤其是对待自己儿子的时候 不知道这样的一只狗狗 如果有机会给你们养 你们会喜欢吗 第三只狗狗动画角色呢 是一只黄色皮肤和黑褐色耳朵的杰克罗树羹 名字叫欧迪 翻译叫欧迪 在漫画加飞猫里 也是一只配角狗狗 与主角加飞猫一样都是由吉姆戴维斯制作 便一开始以漫画形式在1978年6月19日推出 这部加飞猫在之后也被制作成动画和电影 故事是围绕在一只橘色的猫 名叫加飞猫 与主人乔恩爱伯克和狗狗欧迪的日常 狗狗欧迪虽然是一只可爱的狗狗 但是却不太聪明 可以说是傻乎乎的 有时候还被加飞猫耍 虽然欧迪是傻乎乎的样子 容易被欺负 但是他心地善良 有时候还能歪打正着的帮助别人 还会让原本有些自私又自大的加飞猫 正视自己的错误 并帮助加飞猫挽救过错 欧迪最具代表性的知识 是常常把舌头伸出去 也爱舔视主人加飞猫 或其他对他友好的人 还会流口水和咬尾巴 虽然经常被加飞猫欺负 好在欧迪不会很记仇 没有对加飞猫产生非常怨恨的感觉 只是偶尔会有一些小恶作剧来报复加飞猫 不过聪明的加飞猫 有时候还不一定察觉到异样 这只可爱的小笨狗 还很喜欢追车 有时候还把舌头粘在了汽车的保险杠上 可以说欧迪的体内也存在着不一般的幽默细胞 据说近年来欧迪也在以两脚走路的形式出现 不过其实他最常用的还是跳跃的方式代替行走 最后主人乔恩也是很疼爱欧迪和加飞猫的 虽然加飞猫会比较常激怒乔恩 但是乔恩每次都教训了加飞猫后 都还会做好吃的东西给他吃 当然这行为也包括对欧迪 可以说乔恩是一位公平公正的主人 对猫猫狗狗的爱都一视同仁 其实助理我觉得欧迪会是比较像正常狗的狗狗动画角色 毕竟虽然有些狗狗很聪明 但当然不会跟猫咪勾心斗角或躲避要抓住自己的坏人吧 不过他们三只狗狗动画角色都是很多人的童年 虽然有的是配角 但是没有他们我相信这些动画也就没那么好看了 那么介绍完三个狗狗的动画角色 想问问看你们有自己喜欢的狗狗动画角色吗? 欢迎你们到下方评论区留言 与我们分享你们喜欢的狗狗角色哦 如果喜欢我们介绍这类型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和关注直男频道